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又回到我们台南听听看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王美霞 今天我们台南听听看的单元是以城市的建筑空间为主轴 我们邀请到的是林宪宗建筑师以及张玉皇建筑师 他们共同来从老屋心里去跟我们谈一个老房子的意义 那今天我们在前面两段里头两位建筑师 非常深入的谈到我们今天老房子与城市对话的可能 以及我们如何用老房子去在一个空间里头活出好生活 那我想了其实听听各位刚才我们对话的关于老房子的 从2008年或是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会这么20年的努力 其实我们就很想要请你谈一谈 这个一个老房子它要能活化 刚刚张建筑特别强调活化它本身是有它的一个活化的观点跟主轴的 所以我想请您谈一谈您觉得老屋活化的观点应该主要证于哪一些呢 应该这么说了 我们要把老屋的活化跟古迹的保存当成是不一样的两件事 两个面向 这中间有一些是重叠的 比如说一个城市里面的民众们应该能够理解这个城市的某一些空间的价值特色 也要学会珍惜历史资源 那这个在全台湾来讲我想台南是最适合去 精努力在珍惜 对对对 精努力在保存一个好的过去的生活跟现代的未来 是所以古都基金会成立之前就很多的我们的前辈们就在谈说 这个城市很有趣味很棒很有历史 那应该是台湾的京都 是世界的文化首次世界的文化古都 那我们是觉得说这样似乎是一个很棒的目标 但是还不够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支持他呢 应该用让他这些老屋除了作为城市的名片以外 也应该会成为去支持我们当代的好生活 跟留给未来的我们下一代 去之所以对他所生活的城市有荣光感的这样一个环境的经营 才是我们觉得老屋留下来跟存在的价值 那老一定要跟心互动 老不能置外于时间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 对因为空间本身的存在是一个连续的时间性 而不是说我是1910年代的房主就要 就停在那里不动了 对我昨天跟现中有在聊 老屋说我们我们其实观点是一致的 就是说所谓的复古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认为是很重要的 也不是老屋的最重要的元素 是是反而是老屋里面的某一些美感价值 而且它空间的可能性 它能够演绎的故事 甚至于是年轻人一直跟老屋所产生的一种新的power 怎么去溢出这个城市更有趣的这一块 而且让城市能够有了这样的能量 能够往下走 去发展它与别人完全不同的未来性 这才是我觉得老屋去推动保存的一个价值所在 对其实我看到谈谈很多年轻人在老房子里面 他们其实会把过去他们非常好的老工法 比如说不管是砖或是break有没有 他把它呈现出来 让我们进到这老房子的现代的年轻人看一看 从过去中这么好的一个老工法 其实因为他们的特别的强调被看见 所以其实整个老屋对我们来说它是有感情的 那也是因为借着他们这样的展现 进到每个老房子 仿佛在阅读过去中其实很好的历史 所以我请我们林建主谈一谈 你说这个老屋的空间感情 你觉得应该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呢 应该就我会言的话 我会认为应该是从我们怎么看待生活这件事情 来出发看这个空间情感 正好还有什么看待生活与空间 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台南是台南可以说是台湾的建筑博物馆 也是 所以台南是有这个老 台南的个性由这个老房子形塑起来 那慢慢形成一个原来这是台南市 那相同的我们我认为应该是说 我们也要从这里面来找寻探讨 属于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光 对然后再回过头来看 这个老房子我要怎么让它再活化 了解 而不是只是像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所以进到这个老房子你第一个你 你如果觉得你没有生活在这里 或是你对自己生活 没有刚刚我们玉皇强调的一个著名视觉的话 这老房子是会做死的 会做没有意义的对不对 对那目前的老房子 我观察到的已经开始有这个现象了 了解 以为说我只是把老房子用 我就可以卖钱了 对了解 这个也是我们其实在台南最不愿看见的 我们会发现有两个现象是大家觉得应该要调整的 然后虽然它或许让老屋更加的被重视 不过我们总觉得过度的防骨 尤其是原本不存在的那种老屋环境 跟老屋的构材的防骨的复原 比如说那明明就不是一个日本时代的日式建筑 可是我们就把它弄得很像大阪京都 我了解 那这个就失去了台湾本身的文化的自主性 就在复制别人的形态 那个不太一样 那个就是如果在这个城市里面所流程下的日式建筑 那是代表他们曾经在这个城市 陪伴这个城市的历史走过一段 它里面一定有故事 它有很多的价值可以去发掘 那如果像我们这个对老房子的构造材料 工法历史很熟悉的人 我们会在那里面找到 我们台湾的某一件日式建筑 其实跟京都大阪 日本其他地方的特色是不太一样的 可是如果我们不知道 只是希望去怀旧的去复原防骨 我们呈现出来就是类似我们在迪士尼的园 或是在某一些 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卫建筑 卫装的那种卫建筑 就是说它卫建一个时代 然后复制一直到我们台南 这是第一个课题 那第二个我们觉得比较不喜欢看到 就是把老屋当成是一个房地产去炒作 因为老屋心理推动蓬勃的这么多年来 我们看到了 虽然是备受重视 可是相对的房价也涨了五倍十倍 甚至昨天有聊到好像振兴街 台南的心情的痛 500万涨到2000万 我想这也是一个大家在传说的数据 这会造成门槛 因为我们一直强调说 如何留给下一代 或是让这一代年轻人有机会时间梦想 我们老屋心理一开始推动 是有这样的企图的 因为老屋本身在我们推动 那个08年的那个时空背景 它是相对便宜的 相对的新建筑 然后数量也多 不过后来变商品 因为台湾应该是说华人的社会无所不炒 老屋也变成炒作商品以后 其实就给青年人实际梦想 更没有办法实现梦想 就违背你们当时的原意了 很可惜 很可惜 不过我相信如果大家有心要去 去面对这个问题 是有办法解决的 因为毕竟我们在谈的是 老屋最重要还是给予我们 当然某一种温暖 或是给予我们某一种实践 我们想要做好事情 或是实现我们的某一种专业 甚至是理想的一个平台 那这个都如果持续的很多人 投入这一个领域去做 有益的事 而不是像一般的上班族 这样朝九晚 或者只是赚钱的生活的话 城市的某一种特色跟愿景 跟他之所以伟大的条件 就在十年内就会出现 对 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说 台内有一群 有一个日本宿舍群 他其实也有很多人 在讨论老屋的时候 会这样谈到 所以不可以请林建卓 您以三合院跟日本宿舍为例 我们谈谈你在这头 看到老屋现象是什么 因为三合院是因为我从小 即便到今天 我还是住在三合院里 其实我整个 包括我目前在 越界在做设计 其实我蛮受三合院 蛮大的一个影响 为什么 因为我们家的三合院 给我的感觉 它的空间是活的 跟一般现在大家居住的空间 有点僵化 是很大的不一样 了解 为什么 因为我常常在这样讲 空间活不活 看小孩子就知道了 了解 当然我没有小孩 不是我的小孩 是我们家的小孩 这里您也不要解释 不然我们解释像征婚起事 OK 就是说你会看 那个小孩在我们家的三合院 是绕的圈圈在跑的 就是从室内跑到室外 然后不同的地方进 不同的地方出 那个三合院像民工 又像他的游乐场一样了 对 那就表示这个空间是活的 所以三合院本身的活化 会带来我们就说 其实住的空间 人的气味就像在那 然后随时他会比较的感觉 是感动的 应该说我们不应该忘记 我们以前怎么生活 因为可能是我们走过 很贫穷的一代 那我们可能就会觉得 我们过去是弱的 我是指我自己 为什么 因为我小时候 我很羡慕人家 都要老花厨 我怎么多那么破落的三合院 不过现在当然还好 那时候我老爸 没有把它卖掉 那便是说 让我觉得 我很自豪 我住在三合院 所以您跟玉皇所建议一样 在你的房子里头 找到属于你自己的 骄傲跟生活的自觉了 这是一个好生活了 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最后的 是不是请我们的张建筑师 来给我们一句话 让我们今天跟您的这次访谈 来做一个愉快的回忆 好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在台南发生 所以我们欢迎你们来台南 游走在老屋里面去 体验在地人的生活 但是不要用观光客的心态 这样你就会发现 老屋真的是美无所不在 对你的意义无所不在 谢谢 对啊 其实制作我们台南天一开六十期 我们的想法不是台南 我们想法是把我们生活中 美好的经验 美好的享受 也就是我们觉得 这样的好生活介绍给大家 让大家在整座岛屿 都过着好生活 谢谢我们今天林建筑师 以及张建筑师 给我们带来一个美好的主题 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您可以上城市广播网的官网查询 或者下载台南天一开的APP 也更了解节目 同时想重听我们的精彩的片段的朋友 您可以上YouTube查询 台南天一开的节目 谢谢各位听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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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